感性与知性的化身 完美女人陈文茜再次登场啦 今天的节目我们再次邀请到了 完美女人陈文茜 与我们来聊聊她独书一格的感情观 这次她还带着她的三位姐妹涛来到现场 究竟她们会爆出什么秘密呢 这次15年是安眠药了 有一份的名义是因为文茜 因为她白目者 她是白目者 所有的媒体都已经开灯了 我们已经分开了 她还跑到人家的办公室 她就帮她来找文茜 因为我要让她们真的觉得 她们也应该是真心的害怕吧 我觉得我会八十七 我们很想看那个兴党 理由是谁的风险最小 因为不是我很快死 很快祝我郑重的拜托讨论 不管这个时候你的气况如何 保持你的美腿 然后从空中下来 好惨喔 我 然后真的裙子都飞开 大家会看到 对我一直没有 好 好 那妈咪 我来为你整齐说 她们的姐妹超新好 因为真的是姐姐妹们 要一起来好好地超新逃飞 没错 我曾经有一个记者问过一个问题说 影响我最深的一本书 然后那时候回答是Playboy 是你自己吧 不是 是一位名作家 我们今天的这个非常厉害的 真的吗 影响到最深的是Playboy 对 我不知道他是哪方面影响 这位才女就问美女 Playboy我也有很认真地读过啊 真的有什么金句吗 我好像没有看出来 是 尤其是这个才女 她不仅是才女 也是美女 那同时呢 我觉得她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亚洲女性 我觉得这个 如果她真的有兴趣的话 我要问问她要不要选总统 欢迎我们的陈文茜小姐 欢迎 好 我们片姐越来越美喔 谢谢 谢谢 先一时说 如果当选总统的目的 是要让Playboy变成 每一个学校里头的教课书 你们想到 总是这么惊天动地 对 对不对 第一次见到陈文茜的人 我觉得都是敬畏 大概不止三分啦 对 都会是这样子 这样子 诚勤姐好 会有一点 会不会怕怕的一开始 一开始会 很尊敬 生命师小杰 对陈文茜的八字语 生命灵素最熟悉的人 到底她今天会爆出什么料呢 你这么多片子还叫她 对 她是没法理由啊 她爆死我 就突然面对陈文茜的时候 会了几十年来都不会的修辞学 所有讲的话都要很小心 对 有不好吗 这个不是不好 是大概有点 好怕 对 还好其实文茜姐后来跟她认识 就觉得她很亲切了 是外在看起来很敬畏 但是她内在其实是很小女生的 她其实私底下是非常会照顾人 而且温柔可爱的 对不对 永平 李永平与陈文茜 相识已超过二十多年 是无话不谈的好姐妹哦 徐景淳与陈文茜 两人是透过父亲介绍而认识的 感情比亲姐妹还要亲哦 老子讲的好像你认识她二十年 可是我必须说 你的观察真的很敏锐 就外界看不到的陈文茜 譬如说你看她 哇 咄咄逼人啊 骂陈水扁骂得很凶啊 可是其实她私下对人 真的是非常好 我觉得我在 不管什么样的工作领域 这个结交那么多的朋友 可是像文茜 那么我们讲这么贴心 这么照顾到你每一个细节 甚至呢 你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情感 或情绪的需求 你还没有讲出来的 她就帮你想到了 真的是这样的朋友 所以其实你知道吗 我觉得跟那个 有智慧的女人聊一聊 好像我们的伤可以被扶贫 可是在永平跟这个 景纯的眼里 她真的是变形金刚 乃毒不清 无坚不吹吗 还是其实我们这么景仰 这么有影响力 这么有智慧的女性 她其实也有受伤很重的时候 我觉得文茜的人生啊 其实景纯 所以景纯笑得很尴尬 这样一直求救 一直跟永平 因为像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觉得文茜姐对爱情的观念 是很坦然的 然后是很理性跟成熟 在面对这整个过程 就真的会很好奇 但应该也有孤岛在 路师台阶的时候吧 对 那个当下的时候 那是金大班最后一 对 让你发现 我过去十五年吃安眠药 有一半的原因是因为文茜 因为他晚上睡不着觉 然后呢 他吃了安眠药就打电话给我 结果呢 他的药效发作了 他就去睡觉了 就弄得我的药效不能发 所以你说他有没有哭倒在路师台阶 我想不止一次吧 因为其实就是比如说 在我们恋爱过程中 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练习 然后这个包括你受伤也好 你伤害别人之后 你怎么再去对于这一段 去定义这段历史 或者是开启你 接下来新的航程的态度 那蔡康永写说 上段恋情全新投入等等 她说上次那个伤你的烂人 得到最完整的你 而这次这个发展中的情人 得到很冷淡的你 因为你受伤嘛 所以你就有一点保留 那陈文茜说 我不会称伤害我的人为烂人 当我知道她的品格时 我的工作只剩下 彻底忘了她 我觉得这当然是一个 很理智的态度 其实但是感情你知道 我们有很多感情 是包在里面 所以小姐 从命你来看 她是那么容易提得起 放得下的女人吗 我可以说真话吗 其实我 文茜姐她内在是非常纤细 敏弱 敏感 然后她在感情里 她是百分之百投入 所以受伤的时候 那当然是蛮惨烈的 惨烈两个字 惨烈了多久啊 这个我们的景纯姐姐 一直没有发言 因为跟文茜真的认识很久 那本来是爸爸的朋友 可是我第一次看到文茜 我就说 这是我的朋友 这样 就说这是我的朋友 那时候我年纪 还真的还是很小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觉得 我每这么多年看文茜 不管她在做什么事 我觉得我都有一种 非常地 非常爱慕的感觉 一直到这一次 我觉得 从去年到今年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认识了另外一个 文茜的另外一面 那我觉得反而 另外那一面让我看到 就是刚刚小杰说的 文茜里面心里面的纤细 或者是非常浪漫的 然后像 有时候像小女孩的 顽皮的 或者是像野孩子的 一种个性跟需要 那样的感觉 那我反而觉得 借由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看到很多的好朋友 知道文茜受了伤 那他们反而一个一个都 挺身而出来 比方说腰体 文茜请她吃饭 或是给文茜 发一些简讯带她出去 那包括像蒋迅老师 她不管去哪里旅行 她们都要给我寄一封信 她现在还这样 我觉得反而感觉 我都不要告诉她 我已经回复了 因为这样我都可以 继续收到信 或是这样的礼物 我上个礼拜还收到 讲信从京都寄来的 两片枫叶 然后我昨天接到她的电话 我就说 你不是在京都吗 她说我回来了 我就看聂华林的 三生三世 所以我觉得虽然失去了 一时的爱情 可是更了解 更得到非常非常珍贵的友情 我的感觉 我觉得景淳讲的话 又不对了 应该是说 景淳是个善良的人 他比李永平了解真实的状况 因为景淳同时是我 跟你们所说的 那个伤害我的人的中间的一个 角色的一个白目者 他是个白目者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媒体 因为他一直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 因为所有的媒体都已经刊登 我们已经分开了 他还跑到人家的办公室去说 所以无意中 他就闯入了那个人的生活 然后那个人就对景淳 编织了一个很大的谎言跟故事 然后景淳就很同情他 然后就跟他说 然后那个人也在他面前会哭 然后就跟他说了很多事情 那景淳在过程中就被他这样拉过来拉过去 可是景淳的感觉觉得他是我的朋友 他要很大方的看这所有的过程 景淳都没有来跟我讲 那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两个约 他才来跟我讲 大概今年的五六月 他才告诉我这些事情 所以说是爱情不如说是对人的信任 会不会这样讲 对人性的信任 破面 坏面 你自己没有坏面吗 你当时人家跟你讲你相信吗 我没有 我其实不是坏面 我是印证 印证什么 我觉得人性其实本来就是 不是本而就是真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是 这个 所以 这个从书里面蛛丝马迹是看得到的 这刚好就是 也是张小贤跟陈文倩的应该就是对写这样 比如说张小贤讲说 男人对女人的伤害 不一定是他爱上了别人 而是男人在女人有所期待的时候 让他失望 在女人脆弱的时候没有付他一把 哇 文倩写得真好 文倩说 男人对女人最大的伤害 是当这个女的地位低为时 他鄙视他 当女人成功的时候他嫉妒他 当这个女人有名的时候 消费利用他 当他脆弱的时候不服他一把 而当自己脆弱时 天天要求女人贤惠地扶持他 这种伤害痛得连哭也哭不出来 这些比较浪漫的张话而已吗 好 文倩好 陈文倩搞怪 连女神都甘拜下风 我一直搭到来台湾 那个赖山川跟丁乃竹就跟我说 他一下飞机 他看到连走路的样子 都像我小时候 他们很适合我 那时候你是不是也带了一个 面 他用面做的衣服 对 衣服做衣服 所以他就显得很逊啊 是 我一本书叫做 钱不可以买的东西 叫Michael Sandor 他写了书 这本书里头呢 其实就告诉我们 我们所有的人不肯承认的是 婚姻的市场机制 门当户对啦 嫁入豪门啦 或是你想借由婚姻 就任何一种关系 没有爱情 然后很快速地交易到 你可以得到你 用你平常的努力 得不到的金钱利益 然后他从这个里头 不断地告诉我们 其实当很多事情 他无意中的许多人 他并没有这么强烈地意识 这件事情的时候 事实上他的潜意识里头 在这种情况里头 不断不断地发生 那爱情始终没有那么那么的纯粹 那所以我的感觉会觉得就是说 像我就很 我有一次打电话给桃子吧 在我比较伤心的时候 我打电话给桃子 不是去诉说我的问题 我是告诉他说 你要珍惜你和李里人的关系 因为你找到有一个男人 他是那么真心诚意地对待你 他没有目的性地 要利用你的名气 他要受宪绝都有了 他一直觉得他在唱衰 我们那天坐在这边都还在唱衰 他想追你啦 若李 若李说想追你 若李人哥暴明星光大道 那就有可能 这个其实文倩 我们比较想问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总以为 比较聪明的人 比较有智慧的人 可以少遇一些风险 少遇一些这个恶徒 不管他是在职场上的 或者是在爱情战场上的这样 但是当我们看到很多 其实有智慧的 或者美丽的女人 其实她一样都还是受到 同样的伤的时候 我们就要问说为什么 所以我其实之前也写过一句话 就是想 对这个人的想象 我们有好多的光晕 光环 一开始我们就觉得 看到她不过替你端了杯茶 你就开始有啪啪啪啪 很多正面的心儿子 就像这篇第一句 那一段话里头 参考人就说 你碰到一个烂人 然后所以你就对感情防备 那就代表下一个的 其实碰到不错的人 没有得到完整 而那个烂人得到完整 那我的回答就说 我不会称 跟我在一起的人 为烂人 那个不好的人叫做烂人 那如果这个 她可以称之为叫做烂人的话 她的好处是提醒我 我过去的男朋友 跟未来的其他的朋友 还有我身份的朋友 是多么美好的人 就是我 我坦白讲就是 我一生里头碰到 很多不同的很好的情人 那你这个百分比 可能只有二十分之一吧 所以 所谓女人的智慧 在处理爱情里头呢 你不可能每一次都不摔跤 而且当你的名气越大 你摔跤的几率越大 我觉得这个世间 是很公平的 OK 那你自己理解这件事情 就是你爬得越高 你摔跤的几率就越大 那这是一个fair game 那你摔跤的时刻 智慧不是来帮助你 一开始的时候 可以evolve事情 因为人会变嘛 人会改变 所以智慧是帮助你什么 是你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如何处理 然后处理到 大家不要走的 分手的太难看 然后最后就是 如果这些事情 涉及到公众力的时候 你如果处理的 恰到好处 然后你如何 好好地祝福别人 以及处理的 你自己的人生 该怎么样走下去 不受这个事情的影响 智慧是拿来处理你的伤害 而不是说智慧是帮助你 比如说你很会登山的人 有一天也会 从山里头衰落 一样的道理 那可是你很熟悉 冒险登山的人 是知道你摔跤的时候 你怎么样自己处理 然后怎么把伤口包好 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免于伤害 免于疼痛 免于痛苦死亡 因为你知道 陈文贤里面还写 因为他跟张好贤对写 张好贤就说 许多女人一辈子都是跟男人的潜力恋爱 他爱上的是他潜力等等 那文贤在下面接说 看人品 人品好会等到美好的恋情 人品卑劣的就是 你付出之后 得到的是一桩谎言故事 最后来了 因此心像中毒般的痛 所以你那时候 醒了的时候 就开始狂痛 狂哭 我没有狂哭啦 他不会哭的啦 不会哭 我看到里面有写一篇 是写Azelle的歌 他说比如说 Rolling the Deep 跟Someone Like You 他会比较喜欢Someone Like You 对 但是他说 因为Someone Like You 是比较正面的 我想Rolling the Deep 是比较负面的 所以可以传播的更快 红得更快 对不对 当我痛的时刻 我不是狂哭 我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我知道我的 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 是 那那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就是说我们出了一个车祸 当你出了车祸的时候 你要知道在那种 我并没有收入到里头 因为我觉得还太针对性了 就是说当你出了车祸的时候 你在那个刹那间 你会看到人性的本能 是 然后一个每天宣称 他会很帮助别人 然后如何过去怎么样照顾 其他受伤的人 然后多么爱家的人 在那一个时刻里头 他不断尖叫他自己有多疼痛 他撞伤了多厉害 然后他不关心现场的任何人 然后他也不关心旁边受伤 流血的小孩 被他撞伤的人 第一台救护车来 他就装病装到哀嚎大叫的 也不问车上的我 不问车上他自己的侄女 他的亲戚都不问 他就立刻自己出 就一直哀嚎哀嚎 然后就上了救护车跑掉了 那个时刻 我就醒了 OK就醒了 因为这种对我们来讲就是说 他牵涉的问题已经太多了嘛 所以那三个字怎么会是谢谢你呢 不是 然后我做了什么事情呢 你就是你老婆 我做了什么事情呢 我做的事情不是分手啊 那个是2009年的年底 我做的事情是忍帮他买旧户车 我以为 不是 我做的事情就是说我的心就破灭了 所以那破灭了为什么还要忍 因为我知道 那个时候的 你要知道就是说 对方对你也不是一点真诚的情感都没有 但是就是他的人格 他的原型 可能基本上他永远只爱他自己 以及他想要逃避责任嘛 他就像肇事脱逃的人嘛 然后他就一直假装他病得很严重 他中风了 他如何了 那他们自己本身有这种医学知识嘛 就一直等到他发现 他撞伤了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大伤害以后 他还接受警方的笔录嘛 所以他是在 哀嚎当中有各种算盘的心 那时候你就看出来 那我们是搞政治的人 我说很坦白 我们只是平常跟人的相处里头 不会用这种心机看一个人 那你耍这个这种招数 我看在眼里的看看 你越细眼到这里去的时候 我想到的是什么 就是说第一个 他曾经对我非常真心的赋予感情 第二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而且在当下时刻 他第一个想到的是 他也没有在车上问你一句话 也没有问他自己的后背一句话说 你们受伤了吗 他就一直哀嚎 那最后证明 这个真的直接就是这样子下一位了 对啊 那可是我的看法就是说 他曾经很真心的想要跟你在一起 那你知道有一天你会离开他 那因此我就忍下来 忍下来什么 就是等他足够自己可以到他觉得他有足够的安全感 那我知道他最在乎的就是金钱嘛 那我知道他钱存得差不多了 那他有了他自己的房子 他可以自己去过他的下一个人生的时候 那刚好他踩到了我的道德底线 那我就觉得可以分开了 那就算是我对他的人事运记 就是忍了快要快两年 怎么可能 这是不可思议小杰 就是牡羊座的是这样子的惠人 是啊他会为了帮对 因为他会希望就算要分手 也要分得很优雅很细致很完美 所以他为了他的完美 他就会把它准备得非常好 你真的心肠真好 他有帮我睡啊 他说好怪我怎么看你们就两千零九就要分了 为什么没有分 他就问我这句话 对 事实上陈文贤也是非常非常浪漫的人 他常去的地方除了自己因为住在山上之外 还喜欢去海边 对不对 他看着浪花都可以写着一些故事 或者是一条路 其实他说人太痛时 必须选择站在世间苍茫的对岸 不回忆 过往就是一条末路 你光是这个我们大概这样走一走 我就会去想说 很干净没有落叶 然后想说 那他们有来换床单吗 通常我们都会把一些 微博就是今天好冷 对 然后说你看这里 这个房子很漂亮 这墙是什么 大概这样而已 但是他可以 你的脑子 他的脑子真的也要像爱因斯坦一样捐出来 对 我在看每一篇我都觉得是 极度浪漫又极度的惆怅 好像同时看到 她的美跟感叹她的消失 两位好朋友早就认识到的她 其实 我在认识她的时候的陈文茜 就是这样的陈文茜 也就是说 跟后来外界看到说 她在政治上主持 小媚大的节目 然后每天在挑 这个政府政策的毛病 每天在看预算书 在看谁的弊案 完全不同 我认识她的第一天 她就是这样 就是种一个花 她就可以写一篇感人的文章 然后呢 我们一起出去吃饭 然后去一个Piano Bar 她就会把那个 正在弹钢琴的人赶走 她就去坐在那里 弹琴又唱歌 就好像整个那个餐厅 都变成是她开的一样 大概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的时候 她是穿的那种大喇叭裤 然后头发五颜六色 那个时候 然后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每一个指甲都偷 对 都不一样的 那个就是她受到Playboy的气 对不对 不是 我在过去说 她之所以这样讲 她是说她十三岁 第一次在这个 同学哥哥床底下偷看 那个画报的时候 当下就明了 若是我的人生 以追求美貌 及魔鬼身材为目标 只能选择自杀一路 我不愿意 她就开始了追求知识 但是事实上 我注意到她对于穿搭 还是有受到 不能说Playboy的影响 我不是那个意思 而是说对于事物的美好 对修实 美感 那我Playboy她并不美嘛 Playboy基本上就是 你就看她身材很好啊 比较好像你讲 穿搭这件事情啊 那时候Lady Gaga来台湾 对 那个赖胜川跟丁乃竹 就跟我说 她一下飞机 她跟她连走路的样子 都像我小时候 她那个时候 她怎么会这样 她怎么会连讲话 你有觉得吗 有 有 她觉得连走路讲话 走路讲话的样子都很像 而且你访问她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带了一个 面 她用面做的衣服 面做的衣服 对 然后上面是蔬菜嘛 然后就全身都是面团 然后就访问她 然后她那一天 因为她 我想她是有广告商赞助嘛 然后就戴了一个 Chanel的大黑眼镜 唯一就是那个黑眼镜 比较夸张 其他就是山茶花戴着 然后就坐在那里 然后很红的嘴唇这样 输了... 她好有自信喔 对 她不会觉得说 完了 我怎么是面条跟菜 完全觉得说 我才是那个 而且我一边走路 那个面条就一直掉嘛 有错 有后面有人在撈面吗 然后就满地就面条 就一直细细的一直掉 然后从粗到细 然后我就告诉她 当她粗的时候 她是珍珠 当她碎的时候 她像碎钻 你不觉得这个面条很美吗 哇塞 然后我就叫那个旁边的师傅 在那边甩面给她看那个 中国的面条 有人随时补妆是不是 然后她就看着那个 面条上来 她就看着目瞪口呆 我觉得对她来讲 她在所有的场合里头 她都是让别人觉得最夸张的人 她那天有点觉得 因为她来台湾嘛 那你看她在台中的表演 你就知道她都是挂几个红灯笼 所以我觉得她有点忽视台湾这个地方 她觉得这个地方大概 就这样 她碰到的采访就是这个样子 碰到的人就是这样 碰到就是如此 然后顶多就是她写了一个 在精华饭店里头写说她在浴缸里头自摸 OK 她觉得这个东西就足以金氏害俗 这一个保守的岛屿 所以她看到一个穿面条装的人 人出来那样的 那我后来这个 看到她看到我的眼神 她做了很久很久 刚开始不太讲话这样 后来她发现我跟她生日查一天 她就说 That's right 很难怪 然后我就问她说她是不是光头 因为我看她头发颜色一直改变 她就说我才不会告诉你 除非你跟我一起上床 除非你讲出来的精神害俗的话 那即使你跟我一起上床 我未必都会告诉你 酷 还好台湾有陈文茜 真的撑住我们的那个 我觉得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因为有时候当然你会对 不管是哪一方面 你可能工作方面 或是对这个社会 或是对于 现在的一些政策也好 的现象也好 你会有点失望 想说到底未来在哪里 所谓的空转 我们常常在看这个 你们在讨论 但是偶尔是想起比如说 我们有陈文茜 我们有蒋徐 我们有徐景春 我们有李永平 就心情会稍微好一点 所以她的浪漫 刚刚这个朋友们都见证了 我们从书里面 你真的可以看出来 这个是三芙蓉 你看她一朵花也是 那这个三芙蓉 我要简介一下 这是一种太特别的一种花 她早上开花的时候 是白色的 我现在拍到的时候 是粉红色的 到晚上 像夕阳的时候 雁红 她就变成雁红的 所以我就特别觉得 这个花太特别了 她夜间就训练了 她只有一天的寿命 所以我就写下 今年花园里 第一朵绽放的山芙蓉 花朵有若妖精 不断回应时间的咒语 早晨初开白 静舞转粉 这是静舞拍的 傍晚艳红 然后夜声巧声韵落 她为了把时间做个记号 不惜以命相续 这会是你的爱情精神吗 没有啦 直接写这朵花 这朵花 如果是你的情人多好 用 用 是一次性的情人吗 用完就丢 对 用完就没有 万下一朵 没有 你会觉得 OK 我告诉你 当一个人 他的心里头 对某些人性 在开始失望 或是你的所谓受伤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会对于云 你会对于海 你会对于花 跟对于草 都有一种 很大的一种情感 你平常可能走过去了 不特别有感应的东西 就有了非常强烈的感应 所以每天吃得很好的 过得很好 派对宴会生活的人 不会写出似水年华 像普鲁斯特还写出似水年华 他是关在巴黎的一个小房间 一张单人床上面 写出来的似水年华 这样的一个小说 所以基本上这个 我最近就觉得 我好像 不过基本上 我觉得文茜 虽然说蛮感情感的 就是她很浪漫 也对情感的感触 非常的敏感 但是她并不是很有性格的 也就是说她虽然看到 就是说会伤悟 看到花草等等 但是她本身的生命力 还有她的人生观是 是很坚强的 就是说她真正想要做的是 让大家看到说 你在极度的伤痛中 你怎么样可以再站起来 我觉得是这个很感人 而且我觉得文茜坚强到 我不敢相信她写的这个文字 这个是 我永远做不出来的一件事 参加前男友婚礼 前男友们超恐慌 因为我要让她们真的觉得 我是真心的 所以她们也应该是 我觉得能对她们两个人来讲 跟对我儿子 我觉得文茜坚强到 我不敢相信她写的这个文字 这是我永远做不出来的一件事 就是她讲前面 历经春夏秋冬 走过大灾小难 最终 你和我愿意牵手的 都是另外一个人 显然她去参加了一个婚礼 我仍走向红毯 远远的看着妻子向我走来 应该就是那个男的妻子了 对 那我的视线渺茫 我的回忆清晰 如今一切已成生 新娘靠近了 我们互望一眼 清 没有清 我们互望一眼 过去在那个瞬间过去 你有去参加过 我的很久以前 之前的情人的婚礼 没有 我不可能去参加哪一个情人的婚礼 你也不可能吧 不可能 没有办法 不我跟我大多数的朋友都维持 分开以后都维持很好的朋友关系 但她老婆知道吗 老婆如果很介意我就会不要 不去 所以那个老婆 那个新娘看你那一眼是 我新娘是看 她看她新娘也不是看我一眼 那 我觉得 世间情感 本来都有很多样 对 那 所以 像你刚刚念的那一段 有没有 就是 你不觉得她很美吗 就是 很多人以为 比如说今天 我是一个男的 我娶了桃子 那我之前有一个女朋友是 譬如说是永平好了 那我娶了桃子 就是表示我彻底不爱了李永平 世间不是这么 应该是啊 回家想要问老公 不是吗 你也不知道梦 对 人家有没感觉 对 就是说 有的时候你选择跟A结婚 而不是跟B结婚 有的时候只是你在某一种 我自己其实都曾经做过 选择上后的困惑 那你选择跟A 比如说我选择桃子 很可能我觉得 我的人生跟桃子在一起 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平静的生活 那我选择李永平的话 我可能就得跟着她 每天绕着她很恐怖的 这种空转的政治 这样我觉得 但是我可能 我举一个例子来 假设我是一个男人的话 那我可能会觉得 我非常喜爱李永平这个人 甚至我对她有一种激情 但是我最终选择的是 跟桃子走进婚礼 那那个时刻呢 我也很害怕 我这一次结婚 我也知道说 那就是代表了 我跟这位我曾经生爱女人 终身是分开来了 那我也不太知道 她是不是会成 就是我也害怕 她成为一个真实的事情 然后我远远看着她 那个走进来的女人 她一下子是好几个女人的影像 然后越来越靠近 她就是我自己选择的妻子 我们互望一眼 那过往在那个之间 就过去了 我其实在写这一段的时候 就告诉大家说 不要以为就是说 爱情或是婚姻的选择 她只代表一个single answer 那一样的就是一个离婚的先生 她不见得是完全不爱她原来的妻子 去选择了另外一个女人 有的时候不是 她纯粹只是大家到一个关系里头 走不下去了 那最终走向了离婚 甚至是说 她根本还没有选择要离婚 可是这个妻子 因为不能够理解情感的复杂 跟两个人的关系 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彼此的不同 而走下去 所以她只觉得说 你心里怎么可以有别的女人 你心里怎么办 就是你所说的 所以我自己其实本身经历过 几种不同的感情 我离开过别人 别人离开过我 我跟别人做过朋友 那我只碰过有一个跟我 就是完全绝交的人了 其他是没有这样 但基本上来说 就是说大多数时刻 其实我很了解 人跟人的感情 我今天非常深爱你 少了这个深爱的激情 我也可以把你当一个很亲密的家人 然后少了亲密的家人的这种感情 当我们分开的时候 你会在一个城市里头 很遥远地祝福对方 然后那个爱 其实可以Everlasting到一生的 不见得是消失的 虽然她可能娶了别人 虽然你嫁了别人 不要把感情当成 就是这么彻底的零跟一 它其实有很多中间的一些地带 所以原来这些 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内容 对 我也觉得 这晚饭觉得好浅喔 等一下我要讲 我为什么要去参加 我那个前任男朋友的婚礼 我讲不是这个啦 是之前我有一个好朋友 因为我要让他们真的觉得 我是真心祝福的 哇塞 你要知道你的坚强 可是他们也应该是 真心的害怕吧 怎么会来了 我们女称话一直按你的耳朵 然后她自己很淡定 在那边说我是真心 她跟我告诉我 她想她要结婚了 她就慢慢慢慢 而且我们也分开一年多嘛 她跟我说有一件事 她想说我们要结婚了 那她觉得我对她 是她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那重要过她大多数的朋友 但是因为是这种关系 她邀请我也很奇怪 可是那种感觉是那么深刻的 她问我叫我做决定 她该不该邀请我 我说你寄邀请给我 然后我在美国 我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然后我参加她的婚礼 我坐在那里 我觉得能对他们两个人来讲 跟对我儿说 都是一个很美好的事 那我觉得我可以坐在那里 然后祝福他们 那这其实是保证了 那个所有的人未来的友情 跟一种很好的一个据点 你不觉得很美吗 这是自己的小 就是小人之心 因为你刚刚提到了一个 就是说所有的一个关系 都会是一个交易 这个经济一旋下场 会这样认为 没有纯粹的事情这样 会不会那小人之心 那男生跟你谈过恋爱 多少都认为这是一枚勋章 好 我曾经跟她谈过恋爱 那是个老美的 不需要我 好 她的婚礼里头 只有她的父亲母亲 是认得我 她的朋友 当然很多朋友都认得我 她不是 她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基本上 如果说不是因为她的女朋友 跟我之间是有一种 重叠关系的话 我也没有必要到美国 去参加她的婚礼 什么意思 所以是重叠的 就是 这是一个复杂的事情 就是说 她的女朋友 先跟她同居了八年 然后她的女朋友 就离开了她 后来她就跟我在一起 然后结果她希望 我们可以结婚 但是我想我嫁给你 我不是变成美国人吗 后来你们就看到 我回台湾了 因为她的女朋友 知道我们想要结婚 她就疯狂的觉得 我可以为了你 什么都不要 然后就立刻整个人家 她全部都搬回来纽约 我觉得这个女的比我爱她 所以我就觉得说 而且我是犹豫的 因为我会认为说 我嫁给你 我变成美国人 那我的中文的写作 我的才气 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我不会为了婚姻 牺牲我自己 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到最后 我会因为 把自己的世界弄得太小 然后我放弃 我自己太多东西 我会对这个感情 我也会有抱怨 还好你回来了 所以你就看到我回来嘛 那所以我一直到这个状况 然后我就成全他们 然后我就立刻回台湾 那等到后来一年多以后 刚好我要去美国 她跟我说 她婚礼就在那时候 那你们不知道 我是去参加 2100全民开奖 在洛杉矶 然后就飞到纽约去 参加人家的婚礼 然后才被回来 什么啊 陈文倩的真命天子 80岁才会出现 从现在到80岁 还会有很多段恋爱 是 所以 哇 她的意义也很恐怖 真的 我觉得我会80岁几岁 哇 我们很想看那个新郎之间 理由是什么 风险最小 因为不是我很快死 就是她很快死 那今天我正经的戴春桃子 不管那个时候 你的情况如何 保持你的美腿 然后从空中下来 好惨喔 文倩比如说朋友陪她度过伤心啊 什么的 她有没有还是如同少女般 对爱的憧憬或期待 有问你说 有啊 还是有啊 因为 我觉得文倩姐她是 她是一个革命者 她革命的是人生的真善美 那 她始终不能放弃那个真善美 所以她一定还是会去寻找爱情 那你有看出来吗 未来 有啊 因为我觉得她的 不是现在 就是即将的 哎哟 早觉得寓言很恐怖欸 真的 你会让她讲完 让她讲完 她会寓言得很精准吗 是比如说月份 还是什么的 没有月份 但是如果以年份来算的话 应该2014年 就会有一些机会 然后还有是说 因为她 我觉得感情 追寻感情的人 她会越来越回到 最纯真的样子 那她越纯真的样子 就是少女的样子 所以最后她会 真心地遇到另外一个真心的人 命运会给她祝福 所以她就算到80岁 她那么真心可爱的样子 就会有人来跟她在一起 从现在到80岁 她还会有很多段恋爱 可以 哇 我也好羡慕 人生不同的经历 对 她现在我的命运 应该叫她讲 她说我从几岁开始 桃花运不断 十八之类的 十八到八十 只有这两年是停的 因为她 但是她 你要好好休息一下好不好 再开机 接下来好好好几十年 对 可是我觉得她讲的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呢 她讲的是我 为什么对小杰很佩服 因为以前我就 做了错误的事情 我以前比如说这段感情 可能她结束了 那有的时候太痛了 所以呢 你就会让自己 让下一个追求你的还不错的人 可能三个月 四个月 六个月 你就走入另外一个感情 然后你就会 其实你的心 并没有准备够好 所以我这一次就觉得说 让我这么痛 一定是老天爷 要告诉我一些事情 而且我很痛 不是我分手的时候很痛 我很痛 是我到今年三月的时候 我三月的时候 她自己都算出来 所以我能 今年三月到六月 是 heart broken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就是我在那个时刻才 听说了一些事情 然后才知道说 原来这个关系里头 不只是对方 把金钱看得很重要 她一直脑袋里头 有一个概念 就是这是一个民女人 我要利用她 我要消费她 增加我的金钱收入 我觉得这个是 让我heart broken OK 然后可是我慢慢慢慢 康复了 就是说那你就是一个 成名的女人 你自己跟任何人在一起 跟一般不成名的女人 她的代价就是不一样嘛 你就是会偶尔碰到这种人 那我这一次就会觉得 我要停下来 停下来 让自己一两年的时间 不管谁 怎么怎么 我要让自己这一两年里头 停下来 为什么 因为她真的让我heart broken 到对人性失去信赖 那我觉得我要让我的内心里头 健康到 我可以回到纯真的状 现在在台独了 你讲了 对 就是蔡康我讲的那句话 就是我要让下一个 如果我还有感情真相 她得到的是全部的我 对 而不是对人猜忌的我 那这个需要时间 你不是需要时间去忘记前面的人 是你需要时间去重新信赖一个世界 所以这有道理嘛 我原先其实在前面的几个月 我不太理解 我想说放下就好了 不管她了 反正就忘了这个人 忘了这整件事 可是后来我慢慢看到说 其实弄清楚 对文倩来讲的重要就是 她就可以全然的把这个东西消化完 就像我们今天会看到的书 然后我觉得 她可以有一个新的成长 跟新的理解 然后之后再来面对以后的东西 还有告诉我们更好的她的一个新的 因为大多数的人跟人家分开的时候 如果你受伤 就把对方讲得很难听 一定要 但我觉得 我觉得我不喜欢错怪人 每个人都在说她的话 可是我一定要搞清楚 哪些是别人错怪她 哪些是真的 这是第一个 那其实圣言法是教你 面对她处理她放下她 所有的人 一遇到问题 一放下的人 她就不会成长 一放下她 根本就不会成长 那你一定要面对这件事情 你一定会重蹈 因为一件事情 你会面 人生你走过一条路 这条路很崎岖 然后或这条路 她让你受伤了 那你放下她的方法是什么 你学到了她让你摔跤的理由 然后你从里头把你的伤口治疗好 面对她 处理她 然后你就放下她 下次你不会走相同的路 那我觉得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 我听到非常多的人说 忘了吧 忘了吧 忘掉她 忘掉她 然后把人 把人家讲得非常糟糕 非常烂 可是我的感觉会觉得 我一定要弄清楚 这里头所有的谣言 有哪些是真的 有哪些是假的 有哪些是过度的 有哪些是合理的 然后有哪些东西 我把它分清楚之后 整理完毕 那我觉得我面对了她 然后我才可以好好放下 然后我再也不会有相同的错误 她不但是纽约的爵士 她不但是京都的枫叶 不但是Lady Gaga 她是女性的福尔摩斯 是不是 但是最后 其实我觉得有智慧的人 就是不一样 我们可能是在一段咒骂或潦倒 自我这个践踏之后 才能再站起来 而文茜呢 我觉得她举重若轻的写了 这四个字叫 要送给大家 希望也能够陪伴大家 度过很多生命中 不愉快的时刻 或者是需要浪漫的时刻 你不要问她 我的八十岁新娘是吗 八十岁新郎 新娘 八十岁 八十岁结婚吗 是八十岁才结婚 八十岁只要她愿意 就可以结婚了 但是八十岁以前呢 其实有机会 但是要看她愿意信任人到什么程度 那我觉得我会八十岁结婚 我们很想看那个新郎之身 理由是什么 不是 理由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人 三十几岁结婚太平凡 四十几岁结婚也普通 五十几岁结婚还可以 六十几岁结婚已经不错了 八十几岁结婚 我告诉你我的Lady Gaga的个性 要结婚就八十岁 而且风险最小 因为不是我很快死 就是她很快死 两三年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在那儿死去 很多事情 不用够搞太多 而且你在八十岁的时候 办一个婚礼 这简直是一个太酷 我一定要去借一个无障碍空间 对 因为来宾呢 有很多都已经有点滴啦 什么哪里面都是红酒 你该不会还要跳伞下来吧 八十岁的时候 是英国女皇 对 对 没有没有我会叫桃子 这样 你表演节目了 对 节目是桃子 她的腿伸出来这样子这样 然后呢 那时候我八十岁的时候 桃子也六十几岁了 她的美腿下来 最后再看到一个六十几岁的脸 也很厉害啊 这整段都要上YouTube 就是说你要叫就是一个人 像我现在就常常在想就说 OK 一个人一定要一个big dream 这样子 一个很很棒的一个梦 对不对 那像我就觉得就说 我最近有两个梦 第一个梦就是 我八十岁要结婚 那这个婚礼应该是 什么样的一个婚礼 然后我的朋友 每一个人常八十岁结婚 这事情就是很厉害嘛 对不对 那你应该要怎么样去表现 那当然这个婚纱一定是黑色的 然后宝石要带红色的宝石 所以她就很特别 那今天我郑重地拜托桃子 不管那个时候 你的情况如何 保持你的美腿 然后从空中下来 好惨喔 我 然后那裙子都飞开 大家看到 沉沉指尿布 因为过程中我也不知道 受不了 然后 然后 还有第二个 dream我就会觉得就是 我看到很多人跟 你看 你们结婚都有结婚仪式 对不对 但我就看到 为什么人分手的时候 都分手得那么难看这样 所以我觉得 离婚需要离婚一世 你不觉得很多离婚的人 很需要别人祝福吗 我觉得你应该开这方面 很多两性的相处 或者是在感情当中受伤也好 他们如何去自处或者是自留 在这段时间里面 跟自己相处很多人是没有办法的 我觉得真的很需要 温倩姐这本书 所以也希望你继续微笑勇敢下 我优优 是 感谢观看